幸福的一天,从吃可乐泡冰开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少有人做土豆炖南瓜 土豆和南瓜的结合呢,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味 那先来看看我做好的土豆南瓜吧 嗯,特别香 因为加了少许的鸡精 所以吃起来呢,有一种鸡汤的鲜美 好吃 汤也非常的好喝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饱了 这道菜呢 汤喝起来非常的鲜美 南瓜和土豆都已经炖得面面的 吃起来非常的软绵绵的 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南瓜的甘甜味已经炖出来了 吃起来又甜又鲜 没想到南瓜和土豆组合是这么的美味 那接下来就快来看看我的制作方法吧 Let's go 我们先来把去皮的土豆切成块 再把南瓜也切成块 再把葱切成葱花 再把蒜压碎 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热锅放油 油热后 把土豆放入锅中 炒一分钟 放入五香粉 放入生抽 翻炒几下 加入一些凉水 水开后 盖上锅盖 转中火把土豆炖三分钟 三分钟一到 下面我们再把南瓜放入锅中 盖上锅盖 继续中火炖煮 现在差不多炖了五六分钟左右 可以看到南瓜已经软了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大火收汁 大火收汁后 加入一勺盐 加入少许鸡精 加入白胡椒粉 加入蒜 最后撒入葱花 关火出锅 一份美味的土豆炖南瓜 就制作完成了 制作方法看完以后 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吧 我相信不喜欢吃南瓜的朋友们 做了这道菜以后 都会爱上南瓜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 如果喜欢我的话就帮忙订阅加按赞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咯 拜拜咯 咯